马太坊第六章第十九至二十一节 不如为自己跡检财宝在地上 地上有松子咬能秀怀 有责挖掘孔来偷 只要跡检财宝在天上 天上没有松子咬不能秀怀 也没有责挖掘孔来偷 因为你的财宝在那里 你的心也在那里 如果神看你不配得的话 现在你要明白神怎么看石案呢 我们四剃九四一定不是自己作出来的 是神在时间中 因为没有人控制时间 是神在时间中一直在印证我们 那么你想想我们教会 你反过来应该这么想 我们是何许人 神让我们配得受那么多前所未有的壁伯 前所未有的使命 让我们带出那么多前所未有的美丽的吾沪 而当中受那么多人的所谓摧残攻击 我们是何许人 我们为什么会配得为神做这些事 为神去受这些事 但是反过来你看到那一群 他不是看那里 他不是看那里了 就是天上的事 他不是看地上的事的时候 这间石案教会就是你之神 你受那么多壁伯 我都会忍 那就是我所说的 在初上的时候 很难明白那些人 为什么会这么想 很难明白 因为这些事不是说明了 所以我们尝试看推拉教会 在启示录第二章第十八节 你要写信级推拉教会的事者说 冷眼目如火焰 脚仗光明瞳的神之子说 我知道你的行为 爱心 信心 勤劳 忍耐 又知道你末后所行的 善事比起初所行的更多 见见呢 这个就是说他们的资格 首先原来他们有这些资格 所以原来这些人是首先 在行为 爱心 信心 勤劳 忍耐 都可以的 所以神就让他们经历 在信仰上这些冲击和这些无奈 谁知我说的 冲击和无奈不同 冲击就是说外在的 无奈就是说 神特意在你里面兴起一个敗类 或者你在里面 你自己的背景当中 遇到这样的困境 而你不就是无奈 因为你没法杀了个人 你没法改了个人 那个人可能是你的配偶 那个人可能是你的上司 那个人可能是大利信主的牧师 明白吗 好了 接着我们看看 第二十节 然而他说的有一件事 他们做得不好 所以现在他在说 我给你这件事 你应该做得好 然后你如果在这件事 我给你的考验 给你的竞赛当中 你得胜 我就会给你这个奖励 现在他首先说出 他们所遇到的困境 而在这个困境当中 他们还没有得胜 是什么呢 第二十节 然而有一件事 我要责备你 就是你荣酿那 自清是先知的妇人 耶洗别 教导母的仆人 引诱他们行奸淫 吃製偶像之物 我曾吸他悔改的机会 他却不肯悔改他的任行看 我叫他病恶在床 那些与他行淫及床悔改 我又要叫他们同受大患难 这个也是 这个原文就是大患难 就是七年大灾难的那个 他说 第十三节 我又要杀死他的党类 叫宗教会知道我是冷 刹汉人什么 心肠肺虎 并要照你们的什么 行为报应你不觉人 看到吗 这个就是这样 但我们的行为 很多时候是被动的 就如我所说 冲击和无奈 因为神一定要在你身边安排 你才会有那些行为 基本上我们没有什么 我们不会自己挑起事端 我们不会惹是生非 所以我们很多时候 要付出的行为 有时候神将问题 在我们的生命当中升起 就好像分别善恶树 分别善恶树 如果不出现的话 亚当夏娃怎么会有掌赏 你知道吗 就是因为应该要在这个行为 当中作出对的选择 才会有掌赏 就是在这里说 所以第24节 所以说 至于你们推下推 其余的人就是 一切不从那 教训 不晓得他们素常 所说 撒旦心目之理的人 我告诉你们 我不将别的淡子放在你们身上 但你们已经有的 总要持守 直到我来 拿得性 有遵守命令到底 我要刺给他拳柄制服列国 记住 原来在这个神所给他们的淡子 所以神所说的 他的淡子是轻散的 但是他的淡子 不是白白用你 不是白白折磨你 不是白白奴役你 每一次他给一个淡子 就好像主耶稣 他自己也有他的淡子 但当他愿意 附上他的责任 和他背起他的十字架 他得着他的责任 但问题是你的淡子 神给到你身上的时候 你背起的 德性 德性有遵守我命令到底 记住 不是叛徒而废 不是做一半 不是一次得够 永远得够 如果一次得够 永远得够 不用遵守神命令到底 你遵守过我的命令 我再说一次 他一定会说 你遵守过我的命令 那就可以了 应该 但不是 他说 由遵守我的命令到底 我要遵守他的权柄 制服列国 他必用铁杖核管 他们将他们沿途 遥挨打得粉碎 将我从我父领受权柄 为什么他说将 因为主耶稣就是 背起他自己的淡子 完成了之后 公平的 神就赐了他的权柄 而他就成为我们的榜样 然后在今时今日 我们如果去到这个光景 我们建立到一个阶段 我们有神的话语 让我们成为一个智慧和带领的话 神就会让我们一样承担 同一样的考验 为了 记住是为了 他想给某个奖赏 或者是给某个奖赏 在你这帮人当中的某些人 因为事实上 他有时给个淡子 就像我们教会 我们根本有那么多年 我们从千年从那时代开始 已经一批批地跌倒的 但这些人是因为什么 是因为他们不配得 明白吗 在过程当中 神给这些淡子的时候 他明知那些人都会租赏这个信仰 他明知他们都会跌倒 他明知这些人都会落地獄 但神给的原因就是 在这帮人当中 是有精金的一帮人 是会承担这个淡子 并且一直走在神的计划和旨意当中 而这帮人便可以配得 你知不知道 所以 弟兄姐妹 你知不知道 你怎样可以学我 在这些过程当中 去拿到最大的奖励 我相信 走完这条路 就算你和我经历同一个患难 身为同一间教会 我相信你的奖赏也有分别 这个键就是你要记住 你要甘心乐意 就好像当时你会看到使徒 他说 他很感谢神 因为他配得为主的命受辱 真是很棒 那种感觉 明白吗 你也应该是这样 而不是每次都回来找我辅导 你每次都回来找人辅导 你算是怎样 明白吗 你现在明白我为什么会常常 以这个概念 去说回那些人 你根本正在租赏自己 你找到神所给你的机会 明白吗 你每一次回来 每一次面对这些问题 当然 有时因为真的你的信心当中 在这个辅导之后再次站起来 但你的奖赏也少了 但最坏的是什么呢 就是说 其实呢 他控制了之后 其实他不是说站起来 而是说他没有更好的选择 因为可能他背景差 没有人关心他 他自己的条件又低 那就继续留在这间教会 所谓死死气留在这间教会 但问题就是 在这段经文之前 神是刹验人的心肠肺腑的人 但在这次经文就是说 神是拿刹看人肺腑心肠 并且照你们的行为 报应你们各人的 就是在这次经文之前的 第23节就是神是这样说的 所以变成说 你这样做的话 你是不是租赏了神 伯伯给你的机会 你知不知道 你反正都是做 反正都是经过 但为什么不带着金心乐意 为什么你都要成为别人的拖累 这样去度过 而到最后 你上到天堂的时候 你白白看到人拿了奖赏 你会说 我也有份度过 你知不知道 在那个过程当中 你总是妇女 你是成为阻力的人 不是成为助力的人 你是成为了 如果使得A军 走这条路的时候 再得到奖赏 因为要带着你 带着你 带着你这个笔铺 你为什么总是要这样 为什么你的口不可以改 不可以真的修 你的心情不可以控制 你的情绪不可以自略 为什么呢 所以变成 这就是 清楚给我们看的 我们其实应该 用了所有时间 去理解这些圣经 并且我们去执行出来 马特封第六章第十九至二十一节 必要为自己積盏财宝在地上 地上有松子咬 能受坏也有财 挖挖洞来偷 只要積盏财宝在天上 天上没有松子咬 不能受坏也没有财 挖挖洞来偷 因为你的财宝在那里 你的心也在那里 跟随我嘴 我心震成我伤 后发主曲中 是我心中先上 跟随我嘴 随地荣光照临 随着我嘴 指引 因守这方向 愿意 再信仰路 呼起着荒野 希望尽献出 新心灵 准意 尽悸声 摆唱 生命 又将魂律 不能接我去思想 将信落外奔向 莫非续世套掌 期待那日 无悔无愧 标准 成一张心天上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订阅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订阅